从11月13日开始 美众议员开始举行弹劾特朗普的公开听证会 美国媒体称之为历史性的听证会 千万别小看这听证会美国立过200多年来 历史的听证会只有过三次 一次是水门事件把尼克松听了台 另一次是莱温斯基的石油群 诺德克林顿灰头土脸险些丢官 这次通俄门佩洛西可是要将特朗普往实力整 其实做什么不好非要做美国总统 看看特朗普辛辛苦苦抄劳了三年 只挣到三美元还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陪劳本 特朗普上台其实就做了两件事 对内跟民主党打口水战 对外满世界打贸易战 贸易战打了三年远近不分留情不愣 对中国赶尽杀绝对盟友敲骨吸水 结果弄得世界遍体鳞山自己也成了孤家寡人 要说特朗普这位总统也确实不容易 竞选时难 登基时这几年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一个邮件门把希拉里给撸下了 充斥与民主党结下了涉害深仇 民主党致此像一条疯狂的事 紧咬住通俄门不犯 上年来知之以求是把特朗普拉下了 如果说起先两年 盗普只是民主党的报复行为 而佩洛西的横空出事 这把盗普行动变成了民主党的事业 上年来民主党为了盗普可谓是苦心骨子 下足了功夫 通俄门逃税门分口会 阻碍施法精神障碍 强热所难通游通污门等等 同时动用了施法情报方法和手段金龙服务 监督和外交事务六个委员会展开调查 就像加勒比海盗的滥潮 滥滥声逼逼 终于把导谱行动系统化 程序化 出软质化 为今天的弹劾行动杀费苦心 目前弹劾程序已经推进到了听证阶段 至13日起公开听证会已经举行了三轮 而且每一轮都有最新爆料 由白宫的关键人物参与作证 此次是欧盟大使山德兰在美国国会作证 其正持震惊几乎让特朗普发分了 此次特朗普除了在推特上扑天抢地的喊冤 声称这是猎物行动外也是毫无办法 可是别看佩洛西闹腾的慌 2020年美国总统还是定局连任 为什么呢 其弹劾成功率几乎为零 在美国总统弹劾分事部 第一部司法调查 通常是司法委员会进行调查 以确定总统是否值得弹劾 这个步骤几个月前就展开了 目前还停留在这一部 第二部投票表决调查结果出来后 由众议员就一项或者是多项弹劾条款进行投票表决 如果至少有一项条款获得了多数投票 总统就会被弹劾 第三部通过弹劾法案调查委员会提供意见后 司法委员会形成并通过弹劾法案 然后在众议员全体成员中进行投票 如果通过这弹劾正式开始 第四部参议员表决 参议员会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进行审讯 如果至少三分之傲的参议员认为总统有罪 总统职务被解除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目前参议员仍然掌握在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共和党手中 要想让总统下台需要绝对多数 这意味着67名参议员必须同意将特朗普赶下台 而目前几乎没有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弹劾的想法 何况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 特朗普的核心选民中仅有6%支持弹劾 90亿的支持者希望他继续冷日 可以说特朗普连任与否 更多的取决于其核心选民的投票率 所以要赶着特朗普弹劾容易 12竞选对手难以匹立 其实目前美国2020总统竞选人共有24人 其中包括最新杀出的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 而且听说不排除希拉里也会参选 这样民主党共有23人 而共和党致始至终只有特朗普一人 但是北韩民主党政隆庞大却显有与特朗普匹立的对手 民主党23人竞选人中目前被公论的 有一定竞争力的只有10人 首先看支持率最新民调显示 在所有候选人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最高 而且根据2016年的经验 很多人一般不会明确表明自己的倾向 而在投票时投特朗普一票 而这选民的存在 可能是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还要高 其次看竞选干领 相对于其他的竞选人 特朗普具有完整而成熟的竞选干领 特朗普已执政三年 其执政主张 施政分割 执政利弊 已经成为了美国民众所熟悉 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已经比较成熟 尽管贸易战给美国的农业工商业 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贫富分化和族群失劣 进一步加剧 债务不断飙升 各种社会矛盾 利益加剧 且暴露国际地位不断下降 且被孤立 但美国经济的实际帧数 却仍然达到了2.10% 2019年GDP重量 一望达到21.44万亿美元 人均GDP一望达到6.5万美元 再创新高 事实上 美国的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 股票也创历史新高 失业率也达到了50年来的最低 这是特朗普保持较高民意支持率 极其高调掺水的底气 而其他的竞选人 虽然都提出了至极的竞选干领 但相对于特朗普来说 毕竟还是进花水月 看不见也摸不着 最要命的是 他们目前已提出的政策主张 和改革愿景来看 没有任何令美国人看到 希望或者是幸福的东西 比较而言 拜登有丰富的创政经验 在老年和非洲裔的 美国人中支持率较高 在密歇根 宾夕福尼亚和福利达交由基础 但缺乏年轻和卓一说明知识 最主要的是他吃鸡 未能够提出具体的改革愿景 而且通污门弹劾调查 是比波及到其潘腐案的调查 极有可能遭遇大雪花铁路 再看募集经费 募集竞选资金最多的是特朗普 虽然钱多不一定成功 但没钱一定不会成功 美国总统选举就是 比谁的钱多 有钱才能够使得鬼推磨 同时特朗普使用的资金 也远远的多于其他的竞选人 最好看竞选策略 相对于来说 目前所有的竞选人中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最成熟 而特朗普又尤其的善于化险为一 利用近期民主党来势 顺顺的弹劾大打杯琴牌 让选民相信民主党的弹劾 不过是一场政治阴谋 反观其他的候选人 还是老套路 把精力放在尽可能的 讨好更多的选民上 这种胡指眉毛一把抓的策略 常常得不产失 从支持率竞选甘领竞选资金 竞选策略等来看 特朗普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具体主要的一点是 美国后继无人 参顺者几乎都是一群 七老八十的老袖 爱之中拔膏子 即便特朗普不令水民满意 他们又去损谁呢 气上世界也需要特朗普 虽然上年来 特朗普坏事做警恶事做绝 但是相对于换一个新的美国总统 那还不如特朗普靠谱 上年多了 美国已经从群主 退成了几乎全裸 犀利乎百应 成了今天的孤家寡人 特朗普一肚子坏水 想必倒也差不多了 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 面对美国现在的这个烂摊 和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变局 特朗普还能耍出什么幺蛾子 若是真换了一个新种头 也许比特朗普更坏 更不靠谱也难说 今天特朗普还掌握着国家机器 他不按产理出牌 而且又总是那样的独断装横 可谓是千无骨折 一言不合立即轴润 白宫上下哪有一个赶不复 特朗普的支持率还领先着 他是赚之满怀 一心要振兴美国 落不顺他的意义 他还会使出怎样的雷霆手段 所以你别看佩洛西 现在闹腾的花石 2020年大选后 美国下一届总统还是特朗普 从11月13日开始 美众议员开始举行弹劾特朗普的公开听证会 美国媒体称之为历史性的听证会 千万别小看这听证会 美国立过两百多年来 历史的听证会只有过三次 一次是水门事件把尼克松听了台 另一次是莱温斯基的石油群 诺德克林顿灰头土脸险些丢官 这次通俄门佩洛西可是要将特朗普往十里整 其实做什么不好 非要做美国总统 看看特朗普辛辛苦苦抄劳了三年 只挣到三美元 还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陪劳本 特朗普上台其实就做了两件事 对内跟民主党打口水战 对外满世界打贸易战 贸易战打了三年 远近不分留情不愣 对中国赶尽杀绝 对盟友敲骨吸水 结果弄得世界遍体鳞山之际 也成了孤家寡人 要说特朗普这位总统也确实不容易 竞选时难 登基时这几年更是难上加拿 因为一个邮件门把希拉里给撸下了 从此与民主党结下了涉害深仇 民主党致持像一条疯狂的事 紧咬住通俄门不犯 上年来之后